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恭喜守财啊 这年头还发财不敢太想了 你能把手里的钱多留一些 不是留住现金吗 这个这个理论不对 别留别留钱 还是要适时的这样要花钱才能够促进 我们家的内需啊 你这个促进内需 促进经济发展啊 哎 你们俩今天还真的说中了咱们这个点题一个字 说我们这个年初一到年初五 对吧 首先我们要现在节日期间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广大这个解放军 不是就工农兵啊 这个致敬 为什么呢 因为其中也有我们呢 我们节日还是上班呢 其实都是事先预录的了 但是我们拜年的心情是一样的 而且我们还有个小设计 就是年初一到初五 咱们平常聊那话题啊 什么杀人放火的 这个不能再谈了 所以呢 先别悠过悠名了 咱们出了一个主意 这个主意啊 非常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年初一到年初五啊 就是金木水火土 我们五个字看看咱们这仨人能聊出点什么天来啊 看现在当当当当 芝加哥公牛腿 出来了 给大家看 这是今天的话题 就是从金大年初一嘛 这最好从金谈起 刚才你们都已经说了很多 而且你看广美今天 多配合人家模特 完全就是国民党派出来的 国民进党派出来的行吗 国民党派出来了 以前国民党也是黑金很出名的 对 然后那个民进党又继承了他们的这个黑金 然后现在又轮到我身上来了 好 不管是黑是白只要是金 你哎 咱先说说围绕着这个金 你们能想到什么词啊 嗯 那在这里再祝大家这个今年可以考试的金榜提名 哦金榜 我就希望祝大家洞房花竹叶 是吧 金榜提名词 这是一金 还有什么金呢 呃男生呢就不要金屋藏娇了 为什么不要呢 啊金屋藏娇会引起那个家庭纠纷啊 啊金屋藏娇是一定是第二个吗 他第一个不能 也可以是第三个呀 哦 刚通常第一个你就不会叫做金屋藏娇了吧 呃 不是 不是这个据说金屋藏娇这个事儿啊是从汉武帝那来的 其实你别看汉武帝这个人呐他就是英雄美人是吧他就爱女人他有好几个那么个呃他爱的夫人吗你像好几个听到没好几个人皇帝何止好几个呀是少的了皇帝能有几个皇帝就一个呀那我咱们都不是皇帝啊那对那咱们是什么大年初一做做皇帝梦吗 呃对就是金屋藏娇还有什么呢还有呃呃呃金枝玉叶金枝玉叶好金枝玉叶是什么意思 金枝玉叶就希望大家每个女孩子都能够变成金枝玉叶啊因为我最近我看了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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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道心里很感慨啊 嗯就是你知道那个汤姆克鲁斯呃跟那个呃安杰莉娜久里不是在同一个时间生了孩子大概是在一年半两还不到两年之前生了一个 各生了一个女儿所以很多媒体就喜欢把这两个女孩子拿来做比较就是跟跟狗仔队跟拍这两个小女孩吃什么穿什么巴巴巴巴巴 然后你就看到那个安杰莉娜久里的女儿呢就是 朱莉行吗不是 OK安杰莉娜久里她的女儿呢就是那种活里来水里去在公园里面穿的那种那个哥哥姐姐穿剩下来的衣服然后在公园里面跑就打着赤脚这么跑 然后反观呢这个这个谁啊呃汤姆克鲁斯的女儿呢就像个小公主一样然后就穿着全身的名牌 她过生日的时候她那件呃阿玛尼的礼服听说是全世界最贵的一件阿玛尼听说她现在衣柜里面的衣服已经破了百万美金 而且一件衣服从来没有穿过第二次 但是我们还能收下没什么官员里面那句最有名的台词show me the money 就是金啊 money啊 你还讲美国呀 我跟你讲现在美国不行了就看单中国的了吗 不是啊 美国你知道最近美国有人呢把就是几千个这个电子邮箱发邮件 你知道吗 是美国人发的 这邮件是发给谁的呢 发给那个索马里海盗的 然后邮件内容是我是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 现在我们美国面临巨大危机需要向你们商界八千亿美元应急 说是什么目的风险评级已经把索马里海盗集团评为三A级的投资机构 我给你们读一个那个你们金屋金屋的女女子征婚条件 嗯 征婚两点她的到网上去查第一要帅第二要有车往上去查查出来说是象棋 嘿嘿嘿 象棋 不行 再查要有漂亮的房要有很多钱 她查出来银行 银行 再查还不说要长得酷要有安全感 查出来奥特曼知道谁是奥特曼吗 奥特曼 就是日本的那个卡通就反正就等于超人了 超人的意思 奥特曼那个 现在超人那个 OK 这女子最后就输入了 要帅要有车要漂亮房 有很多钱 长得贵安全感 最后出来奥特曼在银行里下降棋 哈哈哈哈 行 许老师这段的好啊 哎 现在这个女女人呢有现在经济不好了你知道吗 女人有钱的这个越来越多 所以呢很多这个男的呀 就比较容易去骗女人 开始打女人的主意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广美啊 这方面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些 是跟我有相同那个下下场的人吗 我跟你说最近我看见了不是你呀 那亿万富婆奥地利的什么亿万富婆 德国德国 你聪明吧就给人骗了吗 感情骗子给人骗了吗 骗了之后最近欧洲那边已经查出来了吗 是个六个人的诈骗团伙 这个还这就是比如说有别墅 还有这个什么很多电话很多先进设备 专门向有钱的富婆下手 所以说这意大利男朋友啊 他这个 对这个这个首脑又是个意大利男人 其实他其实我跟你讲 他这些不叫被骗 OK这个这个女人 她是那个宝马大亨的女儿 已婚已育有三个子女 因为四十几岁了 然后他老公年纪比较大一点 六十几岁 所以他可能就 我听过这是宝马的老板 的女儿 然后呢他就是可能就遇到这个瑞士籍的 意大利人 然后就两个人到处去偷欢 不管他瑞士籍哪类籍了 反正是意大利人了 意大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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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乳住场 一股民族 但是问题是 其实他们一开始交往是很顺利的 因为很很很简单的 那个男的已经从这个富婆身上弄了很多钱 他就洋装说 我出车祸了 我开车撞死了 美国黑手党的 谁谁谁 他们扬言要来要谋杀我 你赶快给我一点钱 让我去摆平这个事情 你知道那富婆给了他多少钱吗 750万欧元 那是多少钱啊 已经是7000多万了 对对对 然后他竟然还说后来呢 他就他拿到钱之后呢 过了几个月 他就寄出那个他们的性爱DVD 然后就威胁他再拿出400万 我心里在想 你已经拿了790万了 你那400万对你们想 没想想就算了 对 我觉得他跟陈水扁两个人都有个通病 这大小要通吃啊 我觉得人不要太贪心 我觉得点到为止 他们可能就不会落网 不会被抓了吗 对 就是你看 从这个金 咱得出来的第一个字是借贪 借贪 就是就是我 我09年我就觉得借贪 虽然我们都想这个金呢 可是啊 这个金呢 你看跟贪上面是一个头 下边的可完全不一样 是吗 我想想 其实每次没赚到金 就是因为临时这一摊 对不对 价高 要不下来 所以造成我长期有价无事 墙墙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郭美 别怕 咱现在在梅兰芳电影里都学会了 很感人的嘛 那个张子怡离开那个黎明的时候 那就是婉华 别怕 我走了 我以为你叫叫我别闹 别闹 那是曹操 跟林志玲的词 别闹 关键词是别折腾 你还还说金 我想起一个金了 就有那个什么嘛 金城武也算带金的 对吗 还有还有还有 还有金庸 金庸要改那个改了 那个陆顶记 要微小宝女的改成两个了 广大金迷都不同意啊 最后还坚持还要七个 这是回到金屋长焦的话题 还想到什么金没有 我想到金牌 哦哦 去年一年 金牌是这个 希望今年继续有 大家都只注意奥运的金牌 其实我觉得 去年最大的金牌 去年这个一整年 你看开始上来是水啊 对不对 雪灾嘛 对不对 接下来是土啊 不好啊 地震啊 接下来火也不好啊 在外面传个火炬 很多人捣乱了 你看这个土啊 水啊 火啊 都在捣乱 突然出现一个金 谁啊 就是512以后的咱们这种人心的金子 人心是金 这个这个这个人人什么同心 其力断金 兄弟同心啊 其力断金 有了这个512以后的这种 这个全民族 这种这种人心是金 才有了夏天的金牌 所以去年一年的转折点 很多人说哪一天最重要 说的最坏的那天 也是最好的那天 就是5月12号 哎呦 徐老师 会算日子啊 而且这个政治觉悟层层的 最近不知道受了什么教育 哈哈哈 不过你别说 现在还有个金 我联想到的 那就是金属 兵器 哎呀 这个尾巴 这个你想想看 我们咱们这个 想想天下的事情 你看 我本来今年这个时候 去以色列的 我真是 调停 哈哈 旅游啊 看看 看看那些地方啊 耶路撒冷啊 那些地方 后来最后胆子还是小 还是取消了 所以啊 我真是觉得 你比如说 你大年初一 你这个时候 中国人民在这 这个什么 欢天喜地啊 真是你要说到那边 天呐 我就觉得人呐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人应该知足 这说起来很俗气啊 但是真的知足 惜福 我跟你说 中国才几十年的 这个和平平安 你就看这个中国历史的记载 是吧 这 咱们是太有福气了 你想过没有 咱们有福 当然你说 现在有很多问题 很多人还在露宿街头 是吧 很多人生活还很苦 可是毕竟不像那个时候 离乱战乱 别的官员 打仗 天天流血死人 你说你这 还不该知足吗 是吗 我的春节回忆 都是以前的每年春节 很开心 可以平票买点花生 一年吃不到花生 这现在 你们都不想吃了 哎呀 没错 不做这样的话 听上去有点老土 不 这个时候 需要您回忆回忆了 就是 叫你们当年过春节 但是我觉得 虽然物资极其缺乏 但你们当年过春节 那很多快感 今天 年味比较重 但 有一年叫革命化春节 不放假 六七年 我出生那一年 那一年就叫革命化春节 就不放假 那干什么呢 全国在武斗嘛 那种 哦 在武斗 全国都在夺权嘛 大家都在夺权嘛 闹革命嘛 所以我说呀 要不然你就知道 这西服啊 知足啊 对吗 我现在也有很多人 重新回后看白毛女啊 他们也觉得 哎呀 还算好 我们初一啊 昨天没人来讨债啊 算好的了 那个资金链断了 很多人 现在你知道吧 金融 你想想看 对不对 不过我 我还是看乐观的 回过去年看 年初也是很多不好的事情 雪灾啊 后来到年中就好了 所以今年 先别看什么金融 海啸啊 咱们别理 咱中国有金牛 没错 有金牛啊 有金牛啊 咱们就盼着 能能能能牛点 而且其实啊 咱们现在啊 也得看到 自己也算可以了 你比如说 你现在这形势 光美你要说没钱 我可以补助一下你 我可以 我给你五百亿 你看 我给你看照片 你给你 光美你瞧瞧 哎 五五百亿 你这钱 你觉得吗 这么一大堆钱 等于一美元 这什么钱 你刚才看到的 是美丽的国家 金巴布韦 金巴布韦 最近发行 五百亿面值的钞票 可是你知道吗 他的币值 现在已经等于什么呢 二百五十亿 等于一美元 五百亿 两美元 可不就买两条面包吗 那上街买菜 怎么怎么买啊 那就扛着麻袋 就说这国家 金巴布韦 我觉得也可以给我们吸取啊 就说金巴布韦 曾经是经济上有黄金时期的 经济非常好的 但是你看 落得今天通货膨胀率 变成了百分之二百二十万 就说哎 你想说 咱就中国学费什么的 金巴布韦的学费 我跟你说 一个学期多少钱 一个亿 吓死你 一个亿的学费 金巴布韦 说这国家现在 除了碧云套不涨价 什么都涨价 碧云套是因为 有这个国际组织 的防艾滋病啊 什么的 咱们关心 在索马里 追海盗的中国海军啊 他们不会在 金巴布韦登岸吧 给他们送去 遥远的我们的新年祝福 没错没错 应该送去 广美 你还可以说一说 这个刚才徐老师 不是也讲了金吗 你再说说金 还让你想到什么 现在大概 最惊的就是 这个金融海啸的 这个余波荡样 其实 其实我必须讲啊 因为我的事情 我的 我的这个 金融震荡是出现 好像出现 我的海啸 我的小海啸先出现 然后才 引起了全球的海啸 就像林志玲 搞的三国一样 没错 没错 这女人的命 是连着世界的 全球的金融危机 都是在那一带烈闹 大家还在同情我的 同时呢 就陆陆续续 身边很多朋友也出事情了 例如我一个跟我从小一块长大的一个朋友 是华裔美人 然后他在一个 华裔美人 华裔美国人 华裔美国人 我以为是女孩呢 华裔美国人 定向 华裔然后在美国长大的一个男孩 他 他把就是在 真的是位高权重 在全美国最大的一家银行里面 位高权重的一个 然后几年前呢 被逼着外调到香港来 这是哭着喊着不愿意来不愿意来 然后公司又哄他骗他 然后又给他加薪 又给他升职 把他弄到香港来 情不情不愿的来了 干了几年 很厉害啊 听说一年可以帮公司赚一千多万美金 那个团队 结果呢 大概就是一个半月前 他们公司就是 发布全球要裁 不知道五万个还多少人的时候呢 他还在美国 他回美国去出差 然后就在公司上班的时候 这里的半夜 那里的白天 他就说一通通 他就说你周五之前 一定要回到香港总部 emergency有急事 他就真的是第二天买了机票 连夜就赶回来了 就礼拜五还弄时差 一大早下了飞机 马上进公司 才前脚一进去 大信封一收 连位置都回不去 转头直接回家了 是吗 他说前两个钟头 完全就是那种脑袋一片空白 两个钟头之后 就开始找绳索 不过这故事 接下去的发展应该是这样 这个大信封一打开里边 原来是一个很厚的红包 年初一啊 应该收一个红包 是是是是 七个月的 广美现在很多人在同情你的那个小海啸吧 但最近有个朋友跑来说 就是说在周慧敏倪震的故事以后 广美有绝地大反击 也是不出人意外的 什么 我要反击谁呀 反击谁呀 就是整个事情有一个惊喜的大逆转啊 哦 广美讨回了血债 咱们既然说是金融危机 最近大家也是很有 穷开心吗 穷开心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来看一看 嗯 人家 我娘子 金融不够了 金融不够 席建全球 许多公司开始裁员了 老板呢 我家三个老乡小啊 还有出门 你跑家 你不能裁的 我呀你啊 我叫小强 没策没房 大学毕业 人色很彷徨 有个地下 人长挺亮 我想结婚 可他够呛 你不把帮子没了 就不想结婚 走嘞 哎 小黑啊 借我二十万 我借我房子宠父 我借你个倍呀 钱就到股市里了 钱的房租还没给嘞 我借我房子宠父 哎 哎 王总 听说你照片 CEO CTO UFO WTO 年薪一百万 两个我都能干 你俩把钱才纠缔吧 一个月八百 我可是多次钱比一 硬于三十六级 新生机四十八级 买家帮起二百五十级呢 没工作经验 其他懂车的 哎 干不干 走 走开 他说那个干呢 想去懂 干什么 他不是说你不干我干吗 刚才放那片子 他不是说 徐老师 片头一放完 他不是说干吗 干干干什么 又是据说 据说那个 在一个领导人 接见外宾的时候 那个外国人呢 他夸克林顿 他用那个粗话英文 到时候你们可以 把英文输掉 就 Fing President 那翻译怎么翻呢 他就翻译 说 这个克林顿干得好 哈哈哈哈 那他说 这是世界上最好的翻译 他把意思 两转转出来 那什么是世界上 最坏的翻译呢 就是如果说 咱们的领袖说 克林顿干得好 那个人把他翻译 他翻译 他实际上最坏的总统 对对对 咱咱 克林顿 哈哈哈哈 这是中文跟英文之妙啊 对 所以我们今年好好干 没错没错 就好好干 才会有金 对 但是呢 我跟你说 光有金也不行 你看这个 这个中国人 现在很多富豪啊 他迫切需要的是 提升自己文化品位 获得这个社会的承认 融入国际的什么礼仪啊 这种规则 你知道那天有人跟我聊这个话题 就讲 说是 讲他碰见一事 说是坐这个飞机 坐那个头等舱 对吧 坐头等舱呢 他哐哐哐就在身边坐一人 他看那个人的样子 就像一吐的款 咱说那个爆发户 可能刚有钱的 头一回坐头头等舱吧 大概是他拿着手机 给他 哎 我我我在那个那个什么 呃 已经上登登登飞机了 啊 我在头等舱呢 哐哐哐 感觉很牛吗 啪 往那一坐 那个人很躁动 你知道吗 坐在头等舱的椅子上 卡啦卡 就这么 啊 啊 这不搞 他就在旁边看着人啊 然后你知道吗 头等舱那个椅子旁边 你记得有一个那个 阅读灯吗 嗯 一个弯的那个 带着一个一个灯头吗 不是 然后呢 他就 那个那那那那那人拿了 可能第一次见着玩意吗 拿那个 嗯嗯 这干什么呢 扭来扭去 牡丫头 啊 就看 不看 看什么 然后他就看见人在这 请人看这位 给我来杯橙汁 给我来杯橙汁 哈哈哈哈 这大概是他瞎编的 哈哈 这瞎编断了 这基本上象征的 我们现在促进 恭喜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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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恭喜发财 红包拿来 光美你现在是属于 给人红包的 还是属于接受红包的 接受红包 你这个完全香港人思维 人家都说没有结婚 香港是没有结婚的人 可以收红包 但是我在台湾呢 反正就是 我要孝敬爸爸妈妈 又要照顾 那个 这种 这种 侄子辈的 所以基本上我已经好几年 没拿过红包的 哦 从我开始工作 开始赚钱之后就没有拿过 我们发给你 五百亿 五百亿 金八部为原 就 接下来请各位观赏 Love and be loved 人贤起2008演唱会 让子回头进步 我让你感谢 最后